广秀豪平的书法家辉豪正春联活动再度登场 112年回来民俗文化节气玉兔迎来好运联 有8个单位合作举办8个场次 5号开始在前线接力展开 8号是来到新城乡的福盛宫 由花莲县美玉交流协会邀请到6位书法名师为民众辉豪 吸引了很多乡亲前来索取春联 由花莲文化局连年举办的书法家辉豪正春联活动再度登场 112年回来民俗文化节庆 玉兔迎来好运联 与8个单位合作办理8场 于1月5日起在全线接力展开 8日上午来到新城乡福盛宫 由花莲县美玉交流协会 邀请6位老师为民众创意回豪 文化局主办的玉兔送春联这个活动 这一次的主办单位是我们花莲县美玉交流协会 今天我们有邀请了协会里面的刘明奇老师 林秀吉老师江秀琴老师古浩文老师 邱群佑老师黄云音老师六位 我们书法界的名师过来这里写春联 那在这个春联里面我们这一次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 就是拓春联这个拓春联的话是我们江秀琴老师 他自己刻形板然后让民众来亲自体验这个拓春联的活动 这个今天来这边人潮非常多也非常的感谢文化局 还有我们的乡民来在这边跟大家来共襄盛举 不只书写吉祥话也请老师拖引给民众选择 还有国画方式书写彩绘 让春联内容更加生动传神 另外9日公布乡 13日在秀林河玉里 15日在华莲玫瑰石艺馆 16日在吉安商农会 2月3日在秀林山波拉旦多功能活动中心 春联辉豪都将陆续进行 欢迎乡亲前往 记得讲帮彦琴城上报导